社会予以陕西人大前副主任魏明州被判无期,中共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魏明州,社会超过1亿元11月20日,被判无期徒刑。 新今天11月20日,中共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魏明州社会案宣判魏明州社会超过1亿元人民币下同被判无期徒刑。 据报道,魏明州被抓时瘫倒在地,出庭受审时痛哭流涕,被网民嘲讽,未见了棺材踩落泪。 据官方报道,1996年至2017年魏明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以1978万元构成受贿罪。 魏明州在案发前与他人穿共,指使他人销毁部分受贿所得。 2018年6月22日,魏明州犯受贿罪出庭受审,他被指控在1996-2017年期间,利用担任中共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商洛市长、市委书记、陕西省委秘书长、西埃市委书记,以及陕西省人大副主任等职务的便利。 为相关单位及个人在矿产开发、土地竞拍、工程承揽、职务晋升及人事调动、融资贷款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亲属等人,收受财物共计于10978万元。 陆媒报道,魏明州受审时,当庭痛哭流涕,网民嘲讽到魏明州见了棺材太落泪起诉书纸。 魏明州直接或通过齐七弟张亚杰,齐帝魏志明,齐七张亚纳非法收受魏云章、王恒胜、王世春、李武亮、韩继明、孙玉喜、吴亦坚、李松松、李大友、张立金、王荣泽11人给予的财物。 2017年5月22日晚9点官方公布魏明州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审查陆媒说,就在当日晚6点半魏明州,还出现在陕西新闻联播的报道当中,可见他是会后被纪检部门带走的海外有消息说,有知情人是指魏明州被抓时贪倒贷的。 官方对魏明州的双开通报措辞严厉,指其搞政治投机和政治攀附,对抗审查、性质十分恶劣等财新报道。 指魏明州进营陕西官场超过30年同僚评价其善于搞经营,也善于搞钻营魏明州一心向上攀附。 为上位而无所不用其极,其中荒诞令人咋舌,在魏明州落马后陆媒曾披露了魏明州如何攀附时任中共中办主任令计划的细节。 陕西官场人士认为,魏明州当上西埃市委书记,曾得到时任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大力支持。 据报道魏明州多次出入高尔夫球俱乐部,结识了令完成,然后通过令完成认识了令计划及令期古利平报道说,魏明州担任省委秘书长后,与令计划的关系在陕西颇为公开。 魏明州大谈他与令计划的关系如何亲密,期间曾多次接待到西安的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总干事古利平。 YBC组组表面是推动青年创业,实际上利用来炒地皮与开发房地产为令家敛财。 谋取暴力其成立当天就收,到各大企业数亿元的现金魏明州还曾通过一个商人,送给古利平一幅名贵字画。 报道还披露2016年西安市全年生产总值,被多年排名落后的安徽合肥超越。 在西安引发震动西安民众认为魏明州在西安任上5年耽误西安发展10年。 陆媒环报道西安市,已有67人涉及魏明州等问题线索被处理。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州认为魏明州计划进行评论。